grant clients 小朋友,剛剛老師已經給你們 做了複習 那你也寫了課本68頁 現在我們來對答案 好的 好 Number 1 Number one, where is she? She's in the bedroom. 好,这个答案已经给你了,你这个上面写的是地方的bedroom,可是呢,我们来练习讲讲看句子啊,好。 Number two, where is he? Where's your brother? He's in the bathroom. 哦,他是brother哈。 Where's your grandma? She's in the kitchen. 好,很好,我都复习一下家人的单词。 Where's your father? He's in the dining room. Where's your mother?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好,请问小朋友都写对了吗?很简单。好, now let's move to the next game. 我们来玩玩看这个,很有趣的。好,这个怎么玩呢?来,首先呢,好,小朋友你看,他已经有一个示范的单在这里了。好,这个箭头指的哦,箭头指的,这个东西。好,那他这边,哇,都用那个礼物盒包起来了,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东西嘛。好,那这个已经有一个示范的东西了。好,那他这边,哇,都用那个礼物盒包起来了。好,那他这边,哇,都用那个礼物盒包起来了。 他已经跟你讲的答案,他是pencil。好,那,其他的不知道怎么办呢?好,你要从下面哦。好,pencil,然后呢,往上爬格子。往上爬这个梯子啦。好,那你遇到转弯就一定要转弯。 遇到转弯就一定要转弯,可能左转或者是右转。然后一定是往上爬,你不能往下。这样你会玩吗?好,请你先完成之后,我们再来练习这个句子。 Where's my pencil? It's in the bag. All right,好,请你先把老师的影片按暂停。好,开始写。 好,小朋友写好了吗?如果没有写好的话呢,请你继续把老师的影片按暂停。你写完再按播放。好,假设呢,你们都写完咯,你们确定都写完咯,你们不要都不写,不用,都不写。 不写脑筋。结果的都是要看老师的答案,抄老师的答案,这样不好。请你自己先写脑筋。 而且这个很好玩啦,就是往上爬,然后遇到转弯就转弯。你看这个pencil。 好,就是这样,往上爬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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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好,好,那我们来看,那key呢? 在带字里面。 在带字里面。 好,好,所以,key在这个礼物盒里面,那怎么去回答呢? Where's my key? 怎么回答? in,对不对? It's in the box. All right,okay,next one. Where's my ball? 好,这样子。 Ball. Where's my ball? It's under the table. It's under the table. Under the table. Under the table. 好。 Where's my book? 好,这有橘色的这个啊,不要看眼花咯。 那你要怎么回答?Where's my book? It's next to the chair. OK,the last one. Where's my kite? 好,蓝色这一条。 It's on the desk. on the desk。 在这个有抽屉的书桌上面。 All right,请问你全对了吗? 如果错的小朋友,麻烦你订证。 我都给你答案咯,麻烦你订证。 或者是你呢,如果太花了,全部擦掉嘛。 好,再重新走走看。 OK? OK? OK.